一整张白纸黑字 统统都是年代旅游 对越南地界业者 拖欠的款项记录 从2019年开始 拖欠团费超过3万美元 2020年两团加总5万多美元 年代只付了3000美元 欠款足足超过8万美元 至今还只还了1万美元 加起来几个月 我们的团房 他还欠我们7万多美金 他的住法我们就习惯了 原来富国岛丢包事件 不是第一次 越南县港的地界律星社 也跳出来控诉 合作十几年 林大军早就是常年惯犯 官用作法只会先给部分定金 让合作方答应接团 该付尾款时就用拖延战术 下周下个月一直拖 但其实大多数都没付 业者为了拿回之前欠款 一开始都会选择隐忍 而若是合作方持续催款 林大军就直接失联 再找别家地界 西安旅游总经理透露 据他所知遭殃的 至少还有当地三四家业者 年代旅游还被发现 过去叫云辉旅行社 后来又改名 每一家国际旅行社 同时还有年代旅游名称 而不止越南地界业者控诉 富国岛丢包风波 让越来越多受害者站出来 年代支付单趟机票钱 回程机票拖延两天财富 还有人说光旅游契约就签了两次 第一次年代旅游还省略掉 相关赔偿内容条文 面对各方控诉 指点林大军依旧没有回忆 但年后复工 旅客和政府追究责任 年代旅游恐怕逃不掉 靖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靖善靖美 靖好新闻